在新北市淡水區翼山裡 原本里長葉水晶登記同兒競選 卻因為車禍來意外過世 造成翼山里長的選舉是形成四搶一的局面 最後由在葉水晶里長辦公室 擔任多年志工服務的楊永利來勝出 楊永利說 期盼可以用過去深耕地方的精神 繼續為民眾來服務打拼 九合一大選才剛結束 在新北市淡水區翼山裡 原本里長葉水晶登記同兒競選 但卻因為車禍意外過世 而這一場翼山里長的選舉 形成四搶一的局面 最後由在葉水晶里長辦公室 擔任多年志工服務的楊永利勝出 當選未來的翼山里長 而她表示 期盼可以用過去深耕地方的精神 繼續的來為翼山裡居民服務打拼 我們第一場合資金先生 但是在立場的時候 我參加我們的志工 我做環保的志工 還有帶我們運動班的 就是親愛綠 還有舞蹈班 跟今年已經有很多年了 在這段時間 我也是抱著一個志工的心 讓我們裡面的鄉親的精神 楊永利說 過去在葉水晶擔任里長的期間 她就常常參與志工服務的活動 一起來幫助里內的大小事物 包括了環保志工淨灘與清潔 另外里內的長者運動課程 更是她帶著大家進行肌耐力 與舞蹈班的老師 因此許多居民對她來說 都是非常熟悉的面孔 以後我還要給我們 葉水晶擔任里長的 服務的精神 後來我這次參選里長 感謝鄉親 我們只要擁護和支持 真感謝 勇力感謝再感謝 也感謝我的團隊 感謝 以後我們要來做 輸我們的宜山里可以更進步 建設我們的宜山里 我們共同來創造 我們和諧 健康 快樂 一個宜山里 楊永利說 一山里長葉水晶在過去 里內服務 收到李明的好評 這次在選舉過程當中 也非常感謝 李明與大家的支持 而未來也會延續 以葉水晶里長服務的精神 來為地方打拼 讓一山里更加進步 建設更好 給李明完善的生活環境 記者許多英淡水採訪報導